Yuki, 你在做什麼?做標本嗎? 不是吧?這麼好的食材, 標本 我們雞管不僅爽又爽又好吃 還有一些很適合你的營養 是什麼? 玻尿酸 玻尿酸, 我知道, 女士美容一物 可以幫助皮膚鎖水和保持彈性 誰知道, 還潤滑你的關節 無論如何, 不過樣子這麼醜 我接受不了 你真奇怪, 專門吃這個醜 之前吃過什麼雞屁屁 現在吃雞管, 真是不順口 對了, 讓你提醒我, 雞屁屁屁 待會兒再加上它 做個辣椒爆炒雞媽寶利坦 叫你, 預約你 別客氣了, 你自己慢慢享受 來吧, 吃雞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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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不散豬腳飯, 一個是龍江豬腳飯 一個是張臨豬腳飯 豬腳老得入味, 皮鎮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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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飯, 真是沒得頂 對, 豬腳因為皮夠多 老煮完之後特別好吃 我偶爾也會嘗試不同口味 其中一款就是四川口味 川味? 對, 又麻又辣的 不好意思, 這次的蹄花是慢慢辣的 不過一樣好吃, 沒關係, 我自己再加 好啊 好, 這個叫雙式蹄花 我用了蹄花的做法 五彈酒做了兩款不同口味 這麼厲害? 對 那要做什麼口味? 對, 四川蹄花, 通常用雲豆 我用黃豆, 花生都可以 第一個步驟要先烤一烤豆 豆我洗乾淨, 瀝乾水 然後用白鑊 烤完之後的豆比較香 吃下去的質感比較… 有一點韌韌的, 比較好吃 好, 烤完之後 烤下去 豆不用浸泡 不用, 不用, 對, 烤一烤 對, 很多時候烤豬蹄 這些烤豬手、豬腳 很多時候都用花生或豆類 因為有味道, 而且好吃 廣東人, 豬腳當然配花生 對… 配這些豆比較北方 對… 差不多了, 很快了 對, 有一點點上色 對, 已經聞到… 深色了 對, 聞到的味道 現在香味已經很濃郁了 對, 差不多了 你看到怎樣 對 開始深色了一點 還有一點點邊 焦焦焦焦 皮有點爆開, 這樣就可以了 豬腳我在街市買的時候 已經用到肉攤開邊 燒了皮, 灌乾淨 然後洗乾淨之後 加薑、蔥和小酒飛水 飛水可以長一點 飛水之後, 洗乾淨 就可以煮辣, 豬腳下鍋 他們流行整隻, 不會斬開 對, 整隻沾醬汁 像這樣吃, 是… 加上剛才炒香了黃豆 放一點鹽, 做底味 是 不用放太多 因為待會我會煮醬汁 放一點底味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做法非常簡單 少許, 放一點薑 提香, 剔腥 很快, 香葉 大火煮滾之後 用中火, 炒過半至兩小時 視乎你想有多軟 譬如我喜歡吃軟一點 就炒兩小時左右 是 如果你喜歡有一點醬汁 就過半小時就可以了 先把它煮滾 這麼快, 兩小時就過去了 這個就炒了兩小時 是 因為我自己喜歡吃軟一點 你看, 肉… 看得到 震震一下, 真是 我分兩味吃法 一味我會甜一個泰漆汁 另一味我類似燒烤的風味 烤一焗, 滲點燒烤粉 真的不得了 幫我炒黃豆 好, 麻煩你 好 不得了 用這個湯用的 我把它剪開 這些就拿去焗了? 對, 你看, 一剪就爛了 為了令它有一點色和香 我用兆酒和老抽, 大約一比一度 然後拌勻 先上色 對, 上色 焗出來會更好和香 用4D熱風, 230度 焗大概是十分鐘左右 好, 等著焗豬腳的時候 我做一個泰漆汁, 配這個 但基本上有三樣東西一定要有 青檸汁 是 魚露 還有糖 糖, 其實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糖 譬如你可以用椰糖 視乎你的需要, 砂糖 所以我用糖漿 因為糖漿比較快 其實甜味也差不多了 把所有的東西倒進攪拌機裡 好 青檸汁 魚露 糖漿 西頭 只是葉子, 薄 辣椒 青檸皮 香茅 其實配很多東西都可以 你可以用辣椒粉 加點椰子 是 很棒的, 用蒜頭 然後打破它 倒出來 薄荷很清新 是 加上青檸皮 是 這個要蘸這個來吃 那烤那個呢? 我會調一個燒烤粉 先燒熱鑊 要把它炒掉? 是的 炒的時候, 我先炒香了芝麻 拌一下, 給它一點熱力 它散發出的那種香味 香氣 首先炒香芝麻 因為芝麻需要的時間是長一點的 也是白鑊 是 芝麻也有很多油分 是 炒一炒它就會是… 香一點 油亮亮的 是 聞到了, 聞到香氣了 香味了 好, 接著就是這個芝然 是 是 辣椒粉 辣椒粉 一加熱就馬上聞到 對 那種自然的味道很厲害 辣椒粉 是 椒鹽 你很快炒一炒就可以了 好, 搞定 這個香到爆炸了 對 對 但是比例, 你喜歡吃辣椒粉 鹹一點, 加多一點椒鹽 這個就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等一會兒這個豬腳 就配這個泰色汁 焗爐那個 就是這個燒烤 燒烤粉 很棒 蹄花, 拌得軟軟惡惡惡惡惡 可以 我試過幾個不同的版本 這個糧行不能頂爲 嘗嘗酸辣汁一起吃, 很聰明 好 很濃 你和點一些穿色的辣汁 有完全不同的感覺 對, 其實點什麼醬汁 都有不同的風味 有些人會用這個煮完的湯 加點自己喜歡的味道 這樣點就行了 很棒 豆又燜得鬆鬆軟軟的 這樣, 而且通常吃的時候 會用一碗這樣的鹽湯 一碗白飯就吃 你蘸醬汁, 然後一碗湯 豬手這樣 嘗嘗 雖然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味道 但吃起來加上這個醬汁 真的很聰明 是 所以煮的時候不需要加太多味道 加一點鹽的底味就行了 再嘗嘗這個 先消酵的 這個香口很多 外脆, 內又軟 你這個…這樣的川式蹄花 有時候搭配這個泰式汁 真是無法猜到 是啊 你煮川菜真是有你一手 謝謝… 等等, 你會煮什麼? 會不會是德國鹹豬手? 鹹豬手是鹹豬手 不過不是你那隻鹹豬手 是嗎? 等等你就知道了 好… 對… 對… 是…